电流只可以通过某一类物质 能够通过电流的物质叫做导电体 当一些物质接连上电路之后 虽然电路中已经将有电池 并组成一个闭合电路 但是电路中的灯泡并没有发光 这些电流不能通过的物质叫做绝缘体 物质由粒子组成 将一块物体不停分割 最后会得到在正常情况之下 不能再分割的粒子 这些粒子叫做原子 在原子里面有带负电荷的电子 环绕着带正电的原子核运行 在导电体里面 有些电子可以在原子之间走动 这些可以自由走动的电子 叫做自由电子 导电体有自由电子 因而产生导电作用 被电流通过 但是组成绝缘体的原子情况就不同了 它们的电子不可以在原子之间自由走动 所以电流不可以通过绝缘体 我们可以在电路上加上一种装置 从电路连接或者切断 这种装置叫做开关 这种实验室常用的开关 是由一条中间有空隙的铜块 和一个金属插头组成 如果将插头抽出 电路就会断路 将金属插头插回到空隙那里 插头会将两边的铜块连接在一起 电路就会由断路变成闭合电路 于是电流就会通过电路 电路中的灯泡也会发光 实验室里面常用的其他开关类型 包括杂刀开关 它们的操作原理大致相同